马超的虎头战金枪从何而来 马超年少时 其父马腾便亲自教他枪法 枪间在空气中挥动的 发出一阵阵雄尘的唬吼 与其对战的敌人总说 还未靠近此人三步之举 便被其刚猛的枪锋击中 马超不到二十岁的年龄 便成为西梁敌高手 但他孤傲的内心中 却对这个称呼不屑一顾 他要挑战更强的对手 要做就做天下第一强者 虽有玄傲的枪术 但马超却一直没有衬手的兵 寻常的铁匠在马超手中 捂不过几回合便会彻底报废 马超为此十分苦恼 日夜寻找 想要找到一件 能够匹配得上自身实力的兵器 这天马超正像往常一样 手持一柄铁支长枪在临终练武 突然觉得背后传来了阵阵寒意 他回头一看 只见不远处 有一头奇怪的猛虎 正向着自己缓缓走来 只见这猛虎周身散发着金光 虽长得高大凶猛 但眼中却并无杀气 猛虎慢慢向马超靠近 见马超看见了自己 猛虎竟转身向林中走去 还时不时地回头看向马超 似乎是在指引着什么 马超虽心存恐惧 但也对这头猛虎充满了好奇 于是便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很快 马超便跟随猛虎来到了一处山洞中 随着马超一个转身 那头猛虎竟突然消失不见了 马超见事情蹊跷 马超也心生疑虑准备原路返回 可不知走了多久 始终找不到来世的路 正当马超在黑暗当中四处摸索时 洞中突然出现了一道金光 马超沿着光源走近 只见一柄金光闪闪的长枪 矗立在一处水潭中央 潭中之水正缓缓倒流 汇聚于枪尖之上 马超缓缓靠近长枪 只觉得一阵刺骨的寒意向他袭来 他眼神坚定 双手紧握长枪用力一提 这杆重大九九八十一斤的长枪 竟被马超轻松拔出 马超将枪拿在手里仔细端下 只见此枪长一丈三尺 枪头形似虎头 枪身上还龙飞凤舞的刻着五个大字 虎头占金枪 马超忍不住将枪拿在手中挥舞起来 挥枪之时好似有白虎换扬 从枪中奔涌而出 原来 盘古用自身血肉造化天地洪荒之后 天上众神可以尽享盛世 可人间的万民却在饱受疾苦 人亡福西见不得百姓受苦 于是便派龙的九个儿子分别下界 转世为人守护黎民百姓 而马超正是龙与虎之子 酸泥转世 酸泥投胎到西凉部落后 只将自己体内的龙之精魄 化作了马超的人形 而虎之精魄便化作了眼前的这柄长枪 留在了洞中 成年后的马超迟迟迟未能找到长枪 于是长枪才化作猛虎 下山为马超引路 自此 马超凭借手中这杆虎头战金枪 勇冠三军 不仅杀得曹操丢兵器架而逃 更是与张飞大战九百回合不分胜负 深得刘备的器重 被刘备赤锋为票计大将军